今天我们要去品尝一道特殊的维吾尔族传统美食 它就是地坑烤全羊 看着外皮金黄油亮可真诱人啊 这一家是库车的一家老店 看一下这家店的生意有多好 这里都是本地人维族朋友在这边 家庭聚餐的地方 哇 都捧满座 好热闹啊 然后你看他们的一般都是吃什么菜啊 看他们的烤包子 金灿灿的 还有这种阳台烤包子 哇 好想吃 看他们这个烤全羊是在地坑里面烤的 其实有点像是闷熟的 所以特别香 我已经感到这个土上有热气 哇 好了 可以开了 看一下里面 哇 天呐 轻轻散散的 哇 头上还比较烫一下 这样制作的烤全羊 外皮金黄油亮 酥脆弹牙 内里肉质鲜嫩 清香扑鼻 古时候可只有达官贵人家里才能吃到这样的美食哦 哇 一整只 nice 另外在这里吃这道美食有个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论惊下单 哇 好香啊 这个蜜蜂 这都是蜜蜂哎 没事 他也吃肉 嗯 是的 他都被吸引过来了 哇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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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轻散烫烫的 那些要小很多 怎么样 嗯 好香 看一下馅儿 老肉馅 然后烤包子它的那个面皮是脆脆的 而且它的面皮里面是有咸味的 对 它这个面皮还挺薄的呢 嗯 嗯 嗯 好吃 它那个烤全羊啊 嗯 一天卖三四十只 一天三四十只 嗯 嗯 好香哦 我发现它上面应该是涂了一定的酱料 但是它原本的食材这种羊油烤出来啊 就有一种奶香在里面 超香 超香 超香啊 我刚刚在外面看它切的时候 就好多蜜蜂围 你知道你知道吗 五日堂也是蜜蜂 好香 刚切的时候 哇 哇 好大块哦 这个我们点的是一斤 嗯 嗯 好香 超香 它这个肉应该是烤了以后 然后里面在里面又继续焖 所以它整个香味都在里面 你知道吗 都在肉里面 好香啊 没有任何的羊肉的那种煽味 好吃一坨 肥瘦 吃一块皮 啊 这个皮好脆哦 看 看这个羊的皮已经烤得金黄金黄 嗯 好脆啊 好像那种焦糖跟脆啊 好香 那种油香 看里面 而且它的上面应该是刷了一些那种香料 那种香料 特别香 我来吃一块油的好吗 油加瘦的 嗯 看一块骨头 等一下我再加块肉啊 因为里面 好大一块都是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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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香味都充斥在我的口腔里面 那种油又不腻 油香油香味 这个是 这是吗 干锅土豆 找到一块好肉 这应该是肋骨上的一块肉对吧 而且感觉有点脆脆的 烤得焦焦的了 吃一吃啊 好吃吗 怎么感觉 有瘦 有瘦 有肥 还有脆 还有香 太棒了 非常好吃 那你可以尝尝 就这一块肉 米小药的花鸣啊 新式吃法 这是吃韩式料理吃出来的 嘿嘿嘿 如果光吃肉 它有点 你你知道吗 吃多了 再加点这个土豆片 加点这个 加点这个 雪很大口丸 这是 可以是吧 真的可以 它有真的味道比较重嘛 调味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 肉的香味 然后再包上生菜 就有清 就比较清炒 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鼓励 请多多点赞评论和关注哦